大家好,我是光致吉典 上期视频我把这个开口电源 上面的开口电源边器拆下来 然后解剖给大家看 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开口电源器里面的一个结构 这期视频我继续用拆解的方式 带大家学习开口电源 因为用这种方式最直观 便大家快速的记住并了解这个开口电源 这款开口电源是我上期给大家用来给大家讲解的 金生阳的一个机壳电源 它输出电源是24V 因为我把它的开口电源器拆下来 所以这一期我继续用这一款和大家讲解 因为用一款优秀电源和大家讲解 它的整个电路 它原件的使用 以及布局它都是有讲究的 这个对大家学习是有利的 上期视频我给大家猜的是开口电源器 是里面的一个核心原件 这期我给大家猜几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原件 因为一款优秀电源 它是不忽略任何一个细节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三款电源 这一款是金生阳的开板电源 这一款是金生阳的机壳电源 这款电源其实也是一个大品牌的 但是比我插掉很多零件 我们来对比看一下它的供模电感 这个供模电感 它主要是用来抑制电路当中的供模操身干扰 所以一般在它的输入部分 这个位置 225的输入部分 这个位置 在这个山河电源上面 我们一眼可以看出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第一个是安装方式不同 对不对 这个是卧室安装 这个是立式安装 这个是立式安装 因为这个电源 相对说它的尺寸比较宽裕 所以它采用的物色安装 更利于散热 而这一个 因为它的功率比较大 尺寸更小 所以它在兼顾散热的同时 又要兼顾它的尺寸 所以它采用立式安装 而这一个也是立式安装 对不对 这个就不用说了 所以安装方式不一样 大家还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不同 我来放大给大家看 这块电源它的功夫裂杆 它上面的气泡线 它是采用的扁平线 并且扰字 非常整齐 漂亮 大家对比看它的功夫裂杆 这一块和这一块 然后我再把这颗功夫裂杆 和这颗功夫裂杆 把它从板子上面拆下 分解给大家看 去掉 把这个也拆下来吧 好了 再两颗都取下来了 这个七八线明显的小 绕着是杂乱武装 这个呢 是用扁平的七八线耳朵 平准 美观 下面的这个框架 一分为二 很明显 这里就两个线圈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大家看到没有 0.5 它宽度呢 1.5 它是采用厚度 0.5 宽度 0.1.54的这种 七八扁平的七八线耳朵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种 这两个线圈 我拆一个吧 量一下它的这个线径 它脑子实在没有这么讲究 也就是盘链 没有这么整齐 对不对 它七八线线也小一些 线线是0.65的 所以说 接下来的开高电源 它的共摸电感 采用是扁平线 扰子的这种设计 它在扰子的时候 就没有交叉重叠 它扎件的这个 电容就比较小 它的主抗平衡非常好 所以它的椰面效果 它远超这种 传统的磁房共摸电感 并且它的体积小 然后外观比较精美 但是这种扰子方式 很明显 它的成本就提高了 对不对 它制造成本就比较高 比这个肯定高很多 我们看都看得出来 对不对 不过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 一个常识 这个共摸电感 上面的它是七八线 七八线的话 也就是铜线 在上面 过了一层绝缘的七 所以它相互之间 杂与杂之间 它是相互绝缘的 我连给大家看一下 我把万一把打掉封面了 不通的 不通的 也必须这样采通的 这是共摸电感 我猜给大家看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开高电影当中 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元件 就是整个桥 在我们大家的印象当中 这个整理桥 采用扁桥和四颗整理二级管 它们所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比如像我这个两个开高电源 这个也是一个数超245的一个电源 金山羊的 这个也是一个品牌的 这上面它采用的是四颗整理二级管 这上面采用的是扁桥 我前部说 这上面这四颗整理二级管 它的体积这么小 体积小 因为它的功率就比较小 对不对 我另外拿几颗整理二级管给大家看 这上面的这些整理二级管是购买的 回来的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型号 6A10 这种整理二级管 最大允许通过的电流是6A 它的反向力要是1000V 你看 它比它大多少 而我们的这个扁桥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型号 这个扁桥我就没有猜了 没有猜给大家看了 GBJ2010 它所通过的最大电流是20A 那样是1000V 点击带大家了解的公民地感和整理桥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